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孟浩然本人号称是圣唐山水天元师派第一人 所以孟浩然大家知道在唐朝李白杜甫我们讲过 李白杜甫非常豪放 杜甫幽国幽民 然后两个人号称师先和师胜 孟浩然是个田元师派 李孟浩然本身没有出世 这个基本上没当过官 所以写一些山水田元 所以他是所谓的圣唐的山水田元师派的代表 最后一边这个先生 唐楚氏浩然梦公相 唐楚氏浩然梦公相 王维给他写了一首诗 就形容这个 形容这个孟浩然 唐朝的孟浩然 山水田元师派第一人 他跟王维是好朋友 就像李白杜甫是好朋友 对吧 然后这个 他就说呢 杜门不复出 杜门不复出 九宇世情书 过了一个相对隐居的 不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生活 以此为长策 劝君归子虚 劝君归旧如 以此为长策 就说呢 咱们不跟这个世事喧嚣 公民地主打交道 这个隐居山水 山水田元 所以他叫山水田元师派第一人 以此为长策 劝君归旧如 罪歌 甜舍酒 那么在这个乡村生活多好呀 这个喝点小酒 笑读古人书 看看书 喝点小酒 好事一生事 无劳 炫子虚 所以这个这样生活很好 就是形容这个孟浩然的 这个这样的描述 这个九语世情书 罪歌 甜舍酒 笑读古人书 这个诗呢 我们待会再读一下 以后咱们的内容是呢 一开始我讲个十分钟 然后咱们就一起来诵读 一起来诵读解释 然后呢 最后呢 咱们还要考察一下之前的内容 所以过故人庄 唐 孟浩然 什么叫故人呢 老朋友是吧 就是去老朋友的那个村啊 那个庄啊 那个村庄去做课 说故人 具基属 邀我 只填家 绿树 村边河 青山 郭外霞 这里他为了押运去读侠的 开宣 面长土 把酒 画桑麻 带到重阳日 还来旧菊花 所以这个是五言啊 一二三四五 五言诗啊 很对账 是吧 鼠 家 河 侠 土麻 日花 这个五言工整对账 故人聚基属 邀我 只填家 所以我们大概讲解一下啊 故人聚基属 邀我之前家 他老朋友呢 准备好了饭菜 有鸡啊 是吧 有这个主食属 请他呢 去这个农村的 乡村的这个家里呢 去做课 那么什么景象呢 去了一探 绿树 村边河 青山 郭外霞 有这个村边呢 这个绿树 茵茵 那么远去看一下呢 这个远处有青山 这个环抱 开宣 面 长谱 打开这个窗子呢 看到什么呢 长谱 就农村呢 他要这个晒骨子呀 晒粮食呀 然后这个拖链呀 所以他有这个厂院 就是长谱啊 拔酒化丧麻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 聊的是什么天呢 不是是钻营啊 赚钱呀 当官呀 不坦那些事儿 是吧 功名利禄 官场的斗争 然后追求功名 追求财富做生意 就是这些事儿 我们就谈谈这个 哎 农士 桑麻 那么桑树可以养蚕 是吧 养蚕的话可以 就丝绸 麻呢 可以做 麻衣 麻布 是吧 所以拔酒化丧麻 大概讲的就是说呢 哎 打开窗子 外面是长院啊 然后天呢 聊的是什么呢 都是农村的事儿 是吧 带到重阳日 还来旧菊花 等到秋天呀 重阳的时候 哎 我还来 来的话旧 我旧菊花看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的 孟浩然写的一首 过固人庄 固人聚基属 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河 青山 郭外辖 开轩面长谱 把酒化丧麻 带到重阳日 还来旧菊花 这个 然后呢 我再读一下 这个王伟写的这首诗啊 就形容孟浩然啊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我们不需要掌握啊 但是呢 我要读一下啊 了解一下 也就是刚才这个诗啊 送孟六 回襄阳 这个 就说送这个孟 孟六就是孟浩然啊 估计他陪上老六呢 他回襄阳 他回襄阳去 所以渡门不复出 酒语世情书 以此为良策 劝君归旧如 罪歌甜舍酒 孝读古人书 好事一生事 无劳炫子区 就是说这个 他的状态就 哎 这个 他回襄阳了 之后呢 可能就隐居乡里啊 不跟世事打交道 这个 但是呢 过着这种 田园生活也很好 是吧 这个 罪歌 前设计有效读古人书 看看书啊 当然前提是 他得有钱 是吧 我们说这有时候呢 田园的这种 诗形化意啊 这个 规隐呢 也要有点经济基础啊 估计他大概大概 还是可以的 好事一生事 无劳炫子区 好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呃 前面我的讲解部分啊 然后后边咱们 呃 就 我就不录屏了 讲一下后边的咱们的 消息 再出击 你